今天大家收看《Big Boys Club》 不知道大家有否遇過一些 無法解釋的事情 而Bob,你又覺得 你後面有個小孩站在這裡嗎 有…有一個站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站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站在這裡 今天請來三位朋友 他們早前合作了一套電影 他們三位,再加上另外的朋友 一起去當地做一些親身的靈探 嘗試在靈界做親善大事 對 有我們的師傅Frankie 是… 然後有Koye 還有Blandy 你好…Blandy,你好嗎 師傅,你好 你好 我以為你只是跟她握手 當然不會 其實跟你們握手都是為了跟她握手 對,沒理由自己握手吧 對… 你不用握手,你好 三位之前合作了一套電影 真的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亞洲區,真是親身的靈探 香港可能之前也有類似的電影 或者是劇集等等 也會有這些節目去做一個靈探 說說這套電影 其實除了你們之外 還有一些朋友 為何會有這種構思去弄成這樣的電影 Frankie 你當真還有一個法科師傅 其實這套電影是… 其實幾個朋友玩一下 真的聊聊一下 原來發覺其實我們手上有很多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也未被… 未解破 未公開 例如日本也有,印尼也有 香港也有 而組織了一群人去玩 三個地方,是嗎 三個地方 日本、印尼和香港 不如我們先說香港吧 近近地和大家熱身 我知道有一宗… 也不是有一宗,有幾宗 我們先說一宗 就是說有一個女生… 當時報紙都賣光 大家要知道,報紙都賣光 就是有一個女生在一個地鐵站 那裡… 跳鬼 跳鬼自盡 當時有人看到 也有閉路電視拍攝過程 但是消防員、救援隊來到的時候 就找不到任何的屍體 那到底這件事是怎樣解釋的呢 其實你說正式去解開這件事 就沒有… 最後我們都沒有辦法解釋到 但是其實因為當中有一個很像新的日 是認識這個女生的 而這件事也都一九八幾年 而罵得很轟動 整個香港的報紙又賣 又說有個女生跳下去 而織起了整個地鐵 而見不到任何東西在裡面 但是叫做… 幸好,因為一群朋友裡面 找了一些記者 或者找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去找到一些資料回來 甚至乎…其實有一段當時 真的這個女生拍到跳下去的那個影片 即是你們的電影也有播放出來的 因為這段影片收到 但是我們要給很多方面的鑑證 真還是假 因為你不能夠說是就丟出來吧 在當中的這個過程 Chloe又幫忙一起去沉根 又去找一些資料 又去做一些訪問 你說訪問到一個跳鬼 這位女孩子的一個朋友 到現在應該有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的那位姐姐 我想問問Chloe,你跟她親身接觸 這件事對你的感受是否很深刻 其實我沒有跟她接觸 因為我本身都是聽我們本身的監製 籌備這件事的工作人員談 才會知道這件事 所以也要問問師傅 她挺激動的 這件事她自己也挺激動 但解釋不到 解釋不到就是當時的女孩子 她所說的是跳鬼的女孩子 事主 事主打電話給她 就說看到自己 當時在落地鐵站放學 回家就看到自己跳下鬼 她很害怕 很害怕就跑回家 打電話給她 她的意識就是當時跟她家人說 但家人說她是傻的 不理她 不相信 跟她說她是相信的 因為她是最好的朋友 大家解釋不到的就是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這個女孩子病死了 那她是甚麼病 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總之病死了 是 但為何那個東西又會拍到她 你說閉路電視是拍到她 有一段影片來了 這段影片 你看過了那段影片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其實挺驚嚇的 我現在都在戲殺雞皮 挺驚嚇的 那這段影片 即是你也看過了嗎 不是 我聽說 那如果這段影片 即是你鑑證到一個 可能是真的話 在電影中播放出來 其實也相當嚇死街坊 沒命陪 挺轟動的一件事 我還給了一些所謂式電腦 弄… 鑑證 大概八、九成都是 以當時的技術 因為八多年的地鐵 不是這家的地鐵 明白 你很難撿得到這家 說是這家的地鐵站 哪個站就不方便說 但他們所看的 真確性挺高 我想問一問 當你去尋這件事的資料時 當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有沒有甚麼奇怪的事發生 剪片 剪片的發燒發到… 即是剪片的一段 不僅是這件事 香港地鐵這裡的地方 其實好像在印尼、日本 其實中間都牽涉了很多 挺靈異而又無法解釋的事 好,剛才說回這個跳鬼事件 一個人是否有機會知道自己 怎樣死亡 或者有機會你聽過這些例子 可以看到自己怎樣死亡 有,發夢 發夢…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潛意性 有些人… 再回我自己的法科去看這件事 有些人… 或者我接觸的朋友 他們會預議到自己的死亡 例如他有一個發夢 發夢自己會在一宗車禍裡 於是他們會說 所以有些人會說 解夢,我幫你解夢 其實人是有這個能力去看的 但不差在自己沒有修練 但他在發夢看到自己死亡 解釋未必一定是你真的 因為你將會死亡 可能他的解夢有另一個含意 是… 但現在最奇怪的是他不是發夢 他親眼在一個… 看到的 在實際空間看到 而且不只是他看到 是有其他人看到,所以報警… 對 而發生了這件事 最奇怪的是… 其實報紙當時說 司機真的意識到撞到東西 還是滾過了… 有東西是這樣的… 即是司機立刻踩駕駛之類 對,而當時引動到… 出動到司機說是報紙有賣的 好的 Frankie,現在你說的是香港其中一宗 香港還有很多,但我們再說 但認識一下 Koey,大家都知道是一位歌手 是去年的新人 但這次你也做了嘉賓主持的身分 其實也是客串去參與 參與 這次的感受是否很深刻 很深刻,因為我一直以為 這部影片是一部鬼片 原來它不是一部鬼片 即是這麼實綠色的… 即是實綠色的 即是綠片 我預計會他扮鬼 或者我扮鬼人欺負他 不是這些 原來是真的 可能是師傅陪著我們去探險 在拍攝的過程中有遇到甚麼事嗎 也有,因為我有一部分 是去大美督的鳳鏗村 是一個荒廢的村落 其實為甚麼會選擇這個地方 本身是因為我們有個男演員 就是Edmond潘少聰 他一直都有做靈異節目的音樂 經常靈探 對… 經常到處有聽眾 很流行 對,他有很多經驗 以及聽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最後就篩選了出來 選擇了這個地方 其實因為車是不能進去的 即是進去某個位置 就要自己走 下車 對,下車走 下車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有一位… 建議我們去這個地方的一位聽眾朋友 帶我們去的,對吧 他帶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前面也有一隻野狗 就是帶路的 野狗是突然出現,還是預訂的 我們沒有預訂的 聽眾是寵物 不是 生狗 因為生狗不想看你 看到牠突然出現就帶你進去 對,我們走走 別人害怕 那隻狗就走出來,跟著我走 在這邊 跟著我 對,我們叫牠做一隻靈異的小狗 靈狗,明白 靈狗一直帶我們走 其實那位聽眾朋友 是帶錯了我們走錯路 可能走三、四個字的時候 在中間分岔位時 那隻狗叫我們直走 他怎麼說 牠看著我們,忍路 一直帶著路 嚇得我 那些人看著你 那隻狗… 狗也害怕,你試試一次 還沒動起來 動起來,有表情的狗真的有 你不怕嗎